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HURT使用马克波罗 拿下了冠军杯决赛中首个五杀 而他的KREB也最终成为了本届冠军杯的总冠军 第二局比赛 40分钟 双方在中路再次爆发团产 张良和女妈相继被杀 随后KREB的HURT站了出来 拿下五杀 带领KREB一波结束比赛 将大比分扳平 HURT也毫无疑问的成为了本届MVP 他也是冠军杯总决赛中首个五杀获得者 来到比赛后期 也就是女妈的强势期 但双方依旧比较谨慎 最后被KREB在暴军处抓住机会 虽然女娃先倒 但KREB依旧抓住时机及时反打 一波直接拿下比赛 猫神套路平出 大乔超神安琪拉时隔三大天上超过圣辰 郑正 爱蒂 CAT 在奔赏比赛中使由大乔和安琪拉成为关键先生 值得一提的是 猫神是王者荣耀历史上唯一一个次次夺得冠军的选手 第三局比赛 开局依旧平稳 KREB很早就打出大乔体系的节奏 连破Estepro两路边路塔 越到后期大乔体系来回先撤的机动性能力就越发明显 来回的牵车时的Estepro根本无法和QD进行周旋 QD打经济领先拿下比赛 在第四局比赛 KREB拿出安琪拉 正是该英雄时隔三百天再次出现在正式比赛场上 虽然在开局安琪拉打出了出其不一的效果 但到了中后期弊端逐渐显露 这时候荒木兰又站出来就是 在团战中抓住Estepro大乔失误 一波直接就是带走比赛 猫神的安琪拉拧行提一胜 KREB在第二个赛点局依旧拿出大乔体系 但在开局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效果 但逐渐通过运营 猫神的大乔体系逐渐恢复了节奏 中后期 江泽阳加上大乔体系 等容错率逐渐显现 最终QD滚在经济优势 一波直接带走比赛 Fly第四次获FMVP大赛型选手 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这是Fly第四次获得FMVP 前三次分别是在2017年的KPL春季赛 秋季赛和冠军杯上 赛后采访中Fly曾表示 没想到自己能够第四次的获得这个FMVP 因为为了团队 他今天的英雄并没有像以往都是一些像露娜 关于那样很Carrie的节奏型英雄 而是更多的选到一些坦克 配合团队配合整容 牺牲自身利益的Fly并没有被辜负 这个FMVP就是他付出努力的最好象征 时光神闪 值得一年 Fly仍旧是那个会谦虚的说出 感谢队友带我躺的单纯少年 忍着梦少年不忘初心 不被辜负 再次谱写传奇 冠军杯精彩 看点KZ成为四强 唯一一支境外队伍 实力虽强经验 依旧缺乏KZ作为韩国传统典性豪门强队 自从本届冠杯与选赛 开始就展现出了不凡的实力 十四小区连生也一度令人刮目相看 尤其是在冠军杯正赛 开始的两个比赛日中 KZ的两场比赛 更是基本一年要支持比完胜对手 但在单决赛之争中 KZ却以0-4 玩外对手Esther Pro 这不禁暴露出他们经验缺乏的弊端 与此同时 韩国赛区也即将开赛 希望韩国赛区的开赛 能给境外队伍 带来更多磨合的机会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BA旅出七家复仇一帝季 M在焦点站BA 黑布尼克一帝季 M的比赛中 BA旅出七招 拿出了大桥辅助白驴守约走中的打法 使得一帝季 M的时间根本无法适从 找不出解决方案 又在随后的几局比赛中 搬出了冷门英雄奈克 露露可中路英雄女儿 用层出不穷 却又在情理之中的套路 成功击败EDG M 宝剑峰 从魔力出梅花香四古哈来 KKB重回巅峰 出出茅庐一年三冠的是KKB 三冠之王 露露宝集赛的也是KKB 从春季赛遗憾并未进吉吉后赛之后 KKB积极总结痛定思痛 从冠军杯国际邀请赛开赛之初 KKB虽然不是每局都是最好的状态 但是他们依旧展现出来的是不放弃和积极的动力 手感的逐渐温暖 苦对原格人状态逐渐回升 加之总教练的套路帮助 KKB一路撒回决赛 最凶的总决赛苦战六局 击败S的Pro成功未免 亚运会AOV国家对其亮相士气 正胜是夺冠军为国争光 亚运会被战队员及体亮相王者 荣耀冠军为国际邀请赛决赛的现场 队员及教练对大家所关心的问题进行解答 并且在现场进行了设施 其余KPL队伍的队员也对征战队员 表示了支持和对他们的鼓励 与此同时队员们和教练也表示决心 群员士气正胜 是为国争光 勇夺冠军 国际队伍遭遇一轮游实力虽有差距氛围 亦就欢迎在王者荣耀冠军 背邀请赛的首轮比赛中 境外战队的战绩并不理想 M8H04大败于BA黑布黎 并且组内竞争也十分激烈 IMGVKZ04击败 EMC41战胜AHQ GOZ1大胜YTK 在随后的第二轮比赛中 KZ依旧强势横扫对手晋级 而GOZFESTER而横扫 从前两轮的这几局比赛可以看出 国际队伍的实力虽然横丝不齐 大花楼的比赛积分 也是他们最大的收获 门杀杀贝安的免责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